我本以为在某阳光这一块 我已经天下无敌了 没想到他们两个比我还有猛 这是谁的部下 挑诈开着挖机 全国给粉丝干活 大家好 我是陈师傅 今天我们来到了紫江 受一个当地 有一11台挖机的老板邀请 因为他工地实在太多了 忙不营啊 然后他要我的挖机 给他做霸体的事 走 现在我们就出发 老板 你就是那个紫江 有一11台挖机的男人呢 欢迎陈师傅 来 紫江 这个挖机多是你的了 这所有挖机啊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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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今天给我介绍个什么活呢 挖了个装头 挖了个装头啊 对 我说那个 山西小挖机挖了个装头 就是那台几台小挖机一起挖是吧 对对对对 OK 没问题 随便摸阳光了 那也不行了 那要稍微快一点点了 把这我比他快要对吧 好 可以可以 这个搞啊 不就结账吧 先进先进 哎 有格局啊 走 紫江啊 今天干嘛他说 打我去是紫江鸭 给他挖出来嘛 别人 大概要挖好绳子了 他装有装的 哦 下面有装 哦 要的 要把装头挖出来就可以了 还要挖多绳 不要挖太绳了 就这样 不然放下去一点点就可以了 那就我这个挖绳了啦 对 哦 要的 OK 兄弟们 我也真的是扶你啊 我是至少有十多年没有在这种大工地来干个活了 这施工员一直在我旁边 不是高一点就是低一点 工地上面有这么多的挖机 他们两个人呢就只守着我 不知道的还有我是个学徒 就这样挖平就可以了是吧 哦 要的 没问题 交给我啊 像干净的这个活啊 我确实是第一次干 不过这个也没什么难度啊 这个有必要还叫两台挖机在旁边给我打下手嘛 我一台挖机一贴就可以把它搞定啊 但是现在我们三台挖机同时干 估计一个上午就可以把它做挖 那我下午不就没活干了 估计你来交你了呢 哦 没事啊 等一下我加快一点啊 多快一点 多快一点啊 哦 要的 好好好 不要抹阳光啊 哦 要的不抹阳光来 放心了啊 陈师妹 这我老女可不可以挖快一点 我都没错了 我挖机都挖干嘛业了 你也不知道骂一点 他们竟然还说我骂 明明是他们自己开的骂 我问一下旁边的那个挖机 看他到底打几个油的 几个油 你挖机打几个油 打六个啊 哦 那我也打六个啊 哦 哈哈哈哈 兄弟们 那我也打六个 哎 兄弟们 明明大家都打的是六个油 为什么他们就别别只说我一个人 看来这个工地啊 我是干不下去了 干脆都八天我就找算了 这里挖回去 挖那边 哦 可以 没问题了 挖一天啊 哦 要的要的 没问题啊 包着我身上 我说这两个施工医院啊 你们今天要是少跟我说几句话 这个活早就干完了 我挖不了几分钟 你们就要跟我说挖 我怎么挖得起来吗 稍微搞花一点啊 哦 要的要的要的 保证好花 笑话搞一点 吃完了的还大不了还没搞呢 哦 要的 要的没问题 老板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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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孙子们 他说不搞夸花 花都不给我吃啊 我这个怎么夸得起来吗 他们那两个娃旗比我哈嘛 要我一个人夸 哎呀 我知道了 因为我是个新来的 就只知道说我 我在农村干活 哪个东西啊不是对我客客气气的 没想到今天在这里啊 逼他们说了一个上午 看来我还是不适合在大工地做事 到了中午少点多钟 终于是干完了 兄弟们他们所有挖掬全部停了 我都不晓得啊 吃饭都没人叫我 我也去吃饭去 你看多停了啊 挖掬多停了 兄弟们吃饭了啊 都没等我赶进去 我们现在去体验一下他们工地的伙食啊 等一下慢一点可能就没得吃了 这个吃饭都没叫我 老师你们 吃饭都不叫我的 兄弟们你们看在工地上面就是这样吃的 就是蹲着吃 吃荷花 不算蛮好吃的 那个香肝 这个有一点晚点我以前在帮别人开挖里头之后也是这样的 因为 因为距离那个住的地方比较圆嘛 所以基本上都是啊 那个工地上面松滑过来 吃饭花就干活 哎 陈师傅 好久没有吃过这么香的 反正没有 这个是工地的味道 兄弟 你在瓦局上面吃饭香不香香 你是不是经常在这样在瓦局上面吃 经常这样正常 吃完就干活 真的开瓦局太辛苦了 我以前也是这样过来的 真的只是我现在自己 自己搞瓦局了之后就这样比较少了 所以今天就是来体验一下工地上面 以前有过的快乐 开心啊 中午休息了一下下呀 现在他们又要起工了啊 哎 给你们看一下现在是 1点44分啊 他们都在干活了 就只有这一趟还没有干啊 我们现在也开始干活啊 下午我可以做瓦局高高兴兴的去干活 可没想到施工也竟然跟我说不要我干了 哎呀真的是 我来都来了 好得也要我坐一天再找嘛 这下邮费都没有挣到 哎今天又是少挣几百 生活没精打产 但是今天还有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 就是我旁边这个人抓叶修挖起的老堂 虽然我跟他认识很多年了 但是我们两个人从来没有见过面 他是法法人 知道我来紫江了之后啊 立马就过来找我了 我和他向他生活一直聊到了晚上12点多钟 相方的时间来总是那么短暂 下一次见面又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去了 今天前面这位大哥真的是把我逗笑了 具体怎么回事呢 请接着往下看 陈师傅开挖机 指开辣挖机 今天又开着我的辣挖机来到沙里面 村里有个大爷明天要上沙 我们今天要来帮他把这个沙米沙挖好才行 这条上沙的路长满了很多杂草 所以我们首席要做的是先把路上的杂草清理干净 下拖车之后我们就先行沙个里 路挖的不好有事找东家 其实这些路上的草倒无所谓 主要就是这些小竹子 这种小竹子我是最不喜欢了 如果直接挖的话 他就从牙齿的正中间溜着了 所以只能这样抓缺缺 今天这个事情我是一千零八十包的 来之前东家跟我说路上只有一叠叠草 随便扫一下就行 但是我看到这情况 估计今天天黑之前这个沙米沙也挖不好 东家阿扒指挥我的这个大哥 我上次有跟他合作过 他最喜欢拿根棍子在你旁边每一下都要指着你挖 他拿根棍子这样指着指着一脚就踩到坑里面 我在挖机里面笑得合不拢嘴 看你还这样在我挖机面前当师傅吧 他立马叫我挖碟吐过来把这个坑贴了 他还有点不相信我怕我没有铁紧 然后自己又用脚在那里法复的把他踩紧 不得不说东家挖过来的这位大哥是非常敬业 一直跟在挖机旁边守着我把路修好 我相信绝大多数挖机师傅都不喜欢别人在下面拿根棍子 对着你指手发脚 本来是一件很解答的事情 这样指着我们做就很容易打捞我们的思路 所以我都基本上很少看他就按照自己的方法在做 把路修好之后我们就到了最终的场地这里 先把坡上的杂草清理干净 然后再把这棵枯树也挖掉 把树给他扫到一边 东家以后拿回去做茶烧 接下来先让这位大哥用竹头起个手 然后就轮到我挖机上场了 我把挖机榨的地方先解大的扫平一下 然后试一下看两边是不是一样高 因为挖机的斗不是在挖机的正中间 所以挖机要对着终点往右边多一二十公分 这样把才挖得正 挖机把正之后我们先行杀个礼 最上面这一层土有很多草根就挖着它扔掉 东家按照我给它的尺寸放了一个灰蟹 然后就只要对着灰蟹的大小往下面挖就行 挖这种纯防土是最好挖了 不到十分钟我就挖了一米多深 照这个速度下去就能够赶在天黑之前挖好 但是这个大哥突然跑过来跟我说叫我别挖了 我也是无语了 我挖得好好的怎么就不要我挖了 然后我就没有理他继续再挖 至此另外一位大哥就告诉我原因 他说今天叫我挖进来的原因主要是看下面有没有石头 如果挖到一米多深有石头那就挖机挖 要是没有石头就人工挖 因为东家也要付工资给他 如果绝不逼我挖机挖了 他就没有工资了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 他一直守着我不要我挖了 我就没有挖了 然后这个大哥一直跟我说好话 他说以后还有活就介绍给我 把工资结了一半给我 他们就先回家吃饭去了 然后我就开着挖机上了拖车 最后在拖车上看到了一个毛巾和一包烟 东家还是不错的 挖了挖了挖了 玻璃屁我打发了 哦后陈师傅开挖机 只开那挖机 陈师傅一上沙 只挖沙米沙 今天这个上沙的路程 是我开过最远的路 老铁们 你们跟随我的镜头往下看 我八点钟出发 已经开了一个小时 到九点钟 现在还没有开到目的地 我也不知道镜头到底是在哪里 寡师的人 他打电话给我 让我一直往前开 他在前面这个沙沙路口等我 开了这么久 我挖机轮子都快干冒烟了 感觉裂条要掉出来 所以我撑起来学转了一下 继续往前开 前面这里有一棵树 感觉自己挖机过不去 所以把这个树扶震一下 又往前面开了二十来分钟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首先就要从这里修一条路上去 老规矩 挖之前我们先行沙个礼 希望今天不要出任何差处 顺顺利利把这件事情干好 今天这个活 我们是一千年八十包的 本来这个修路的时间 是要额外计算费用的 但是今天这个东家 他是我粉丝 他说每天看我的视频 给我的视频点赞 让我给他帮个忙 这个修路就别及时期了 我看这条路也没有多长 而且只要随便修一下 不要修得它好 所以这里我就没有额外计算时间了 前面那六个人 他们八点钟就到沙里面来等我 他们几个人先把这些树全部移开了 然后我把表面的草青 嘎进之后就可以放屑了 他们这个做事可以说是相当抓业 该大的东西多大上来了 就是这个操作我就弄不明白了 明明这里有个尺子 偏偏用脚印在这里量长度 这个不是多只一脚吗 第一个这样量了一下都算了 这个大哥他也用脚印在量 结果他量的是八个脚印 第一个量的是九个脚印 一下我就觉得他们有点不抓业了 还是我亲自下来量一下吧 而我量的刚好是九个脚印 尺寸没问题 接下来就准备开挖 好像忘记行李了 再行啥个礼 有事找东家 现在我们就对着这个尺寸往下挖 才挖了50公分身 下面的土就有点硬 明显比较拿挖了 但是只要下面一直是土到无所谓 大不了多花点时间 一点一点把它挖出来 我怕的就是下面有石头 因为我这个挖机没有装破碎锤 要是碰到石头 那就凉凉了 好好今天运气比较好 石头倒是没有遇到 却遇到了下雨 他们所有人都没有大傻 而我这个挖机上面又做不了其他人 也看着雨越下越大 他们却不只能淋雨 所以我就立马加快了速度 要快点把这里挖好才行 还好他们今天看了天气预报 大了一块蓬布上来 刚好里面可以躲这么多人 我就都在挖机里面 一直这样看着他们 结果寡师的在下面大声跟我说 陈师傅你挖你的 你这看着我们干嘛 这就嘎嘎了 忘记自己淋不到雨 所以我就一直在看他们 因为我看不到下面还有多少土 也没有人在旁边给我指飞 所以我每一斗都只挖了一点点上来 看我这样磨阳光 他们几个人实在看不下去了 法正他们全部都淋湿了 也哪都躲雨了 然后就来守着阿扒我 把剩下的一点点事情做完 好早点收工回家 那个沙米沙 他们就不要我挖了 等雨停了 他们人工自己挖 所以就要我回去的时候 把这条路再重新修一遍 现在因为下了一点雨 这个路上都全是泥巴了 这下找路都有点打滑了 这条路必须爬水高 也给他疏通一下 再把堵在路上的这些树枝 也给他挖开 就这一点点不吉野的树枝 却差一点把我的玻璃打碎 真的是吓我一跳 好好这个玻璃够结实 只打了几个印 敢打我玻璃 看我怎么收拾你 直接把这个树枝压了7749下 才解恨 然后再把这些树枝 全部给他推下去 最后再行杀个礼 收工下杀回家 这个路壁上的草都快把马路炸拧了 我也帮他们清理一下吧 这些都是举手之劳的小事 然后他们在后面叫我 说这里有十多根树 看我挖起怎么把它弄下去 我说每一根树都有六七米长 这个我搭不下去 只能你们每人自己扛一根 把它扛下来 然后他们就没办法了 只能用人工扛树了 大一点的树就一人一根 小一点的树就一个人扛两根 哎 前面这个兄弟扛根树怎么跑得这么快 看我怎么追上你 我把挖机开到最快的速度 也没有追上他 追了他八个小时 终于在前面看到他了 嘿嘿 这下你没力气扛不动了吧 他是没力了 可是后面这个大哥好是生猛 一根这么大的木头 扛了这么久 还跑得回一块 好吧 接下来我就追你了 没想到这个大哥还真是大哥 他扛根树 也比我挖机歇到拖车这里 当我把挖机开上拖车 剩下的那几个人 也把树扛过来了 我以为他们要把树全部扛回家 没想到他们把树全部放在我拖车上 还好我的拖车刚好能够放得下这些木头 如果要他们人扛回家 估计都会累趴去 把木头全部装上后 这两个大哥好心帮我把拖车爬梯扒起了 然后现在我们就帮他把木头送回家 到达东家家里后 就来了很多人来帮忙 一下子就把这些木头全部扒完了 然后东家又留我吃了方生的午茶 把这么大一根的扒果都加给了我 吃饱和足 东家就给我结了工资 今天多挣了几百 生活多知多彩 我相信每一个挖机师傅都喜欢这样放水抓鱼 今天陈师傅接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工程 东家建了一个新房子 然后想把房子的四周 全部切一条挡土墙 把它围起来 下面这块土地是别人的 上面这个是东家的 东家就要在两块土地的边界 切一条挡土墙过来 这一边同样也要切一条挡土墙围起来 因为这个东家在外地打拼不在家 东家的母亲又七十岁了 也刮不到什么事 所以东家就想把这个挡土墙包公包尿 全部包给我做 但是因为涉及到左边是别人的土地 那土地的主人也跟我打过招呼 让我别挖到他的地里面去了 而东家又不在家 所以这样我很为难 要是紧压着别人的土地挖 又怕别人主攻 要是挖到东家里面一点 让出去它远 东家又吃亏 所以想来想去 我就不改包了 然后我就把这个活 介绍给了前面那石匠师傅 把这个挡土墙爪包给他 我就只要做挖机事情就可以 这样出现任何事情 都不会挂到我身上 在这里干活 偶遇了一个粉丝 跟他打了个招呼 他拿了一瓶饮料给我 借此机会 我感谢所有粉丝们 对陈师傅的支持 因为有你们 所以我开挖机 越挖越有劲 你看一不小心 就把这个高都挖撇了 其实这个高挖撇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个没有放灰线 完全是在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东家不在家 怕跟下面的土地引起争议 所以我跟石匠师傅商量过之后 把挡土墙沟挖在了斜坡进来一米的位置 这样做 沟的外面至少让出来了一米多的土地 虽然给东家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但是没有人来主攻 过了一个星期 这个挡土墙差不多气好了 这次我们就来把鱼塘的下水管装一下 首先就是要沿着挡土墙的外面挖一条沟 这条高的深度肯定要比鱼塘的糖底还要深 先把高挖好 把鱼塘里的水全部放出去 东家的母亲说 这个鱼塘里面他放了很多鱼苗 但是现在也没办法了 鱼苗肯定都顺着这个流水 跑到下面的鱼塘里面去了 等鱼塘里的水全部放嘎进之后 就让这个师傅把下水管抹好 放这根管子的目的就是以后嘎糖 不要用抽水机抽水 把挂子的堵头一拔 就可以把水放得干干净净 这样就以后方便东家抓鱼 把挂子放好之后 就用泥巴把这里堵起来 为什么要放泥巴呢 因为它比嘎堵好 可以防止漏水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 把挡土墙里面滴的地方 全部用土填起来 这些土都是以前挖挡土墙地基挖出来的土 然后顺便把这个瓶也给它修平整 这前面还剩余了一堆石头 要全部给它打堆 爪移到不碍事的地方 我一次挖两个石头 这样一抖一抖地送 效率好像有点慢 想了一下 干脆直接这样往后面赶着退刷了 这样效率就跨多了 东家就不会说我摩羊工 把大多数石头 全部爪到这个角落里 剩余的这些小石头 因为那边还有一个地方需要加高一点点 所以这个师傅就把石头全部扒到我挖堵里面 然后我给它送到那里去 接下来继续把坪里高的地方挖掉一层土 贴到挡土墙的里面 就这样一边整平一边往后退 把挡土墙里面全部贴平之后 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把挡土墙的外面要给它整平 这个外面的土地因为也是属于东家的 因为借挡土墙的时候怕引起争议 所以我们把挡土墙借在了里面一点 外面就空出来了这么多土地 所以东家让我把外面这个斜坡给它挖平一点 然后让他母亲在这里种上庄稼 这样就不会比别人诈为己有 嘿 这个大哥抓小鱼的方法有点特别 看他的收获还是非常不错 可能是我刚才把上面的鱼塘挖穿 跑下来的鱼 嘿嘿这就不能怪我了 把外面全部挖平之后 今天这个活就干完了 把挖机开上拖车收工回家 这个大哥他好像力气有点发胀 明明可以用挖机挖下来 他偏偏要用手去推 嘿嘿他真的是搞笑 最后给大家对比一下 挡土墙借好钱和借好好的样子 也不知道东家满不满意 还要等他回来夜说后才结账 最后带大家插刮一下东家的房子 外面装修是搞得差不多了 就是里面还比较乱七八糟 至少还要大半年才能够把里面搞好装修 震到东家这么多 以后东家瞧些新居 兄弟们你们觉得我要不要来随个礼 哦哦陈师傅开挖机 只开辣挖机 开着挖机去挖春笋 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今天这个东家就有点意思 他从自己家找路 走了几公里到我家 他想请我挖机 帮他把这块土挖松 看着别人的土地里面 多种满了玉米 还有其他庄稼 而他的地里面 就只有野贤这个巴掌那么大的地方 种了一点点蔬菜 而其他地方都长满了草 我以为东家只有这一块土地要挖 但他却跟我说 上面这块土地也是他的 这一块土地虽然没有草 但是也要挖松 当我用挖机挖了几斗之后 才发现这块土 它本来就很松 应该是去年底 他用铸头挖松过 我就问东家 为什么这么松的土 还要用挖机挖 他跟我说 自从去年底扬了一下之后 然后体力就大不如以前了 稍微干点体力活就受不了 看着别人家的土地里面 玉米都发芽了 而自己跟踪了一辈子的土地 也看着就要放肥 如果这块土地不中庄稼的话 对面的竹林 就却不会长到这块土里面来 到时候自己的土地 可能也会变成竹林 所以他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才叫我挖机来帮他挖土 因为怕活他少对不住我 所以把上面的土地 也要我重新挖一片 上面那一块地 给他重新挖了一片之后 下面这块地 因为有很多石头 所以我们挖掉一层 把它推到马路外面扔掉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块土挖松 你们看 这块地才几个月没有跟踪 竹根就长到里面来了 要不是去年没怎么下雨 他干哈 不然今年这块地里面 不知道要长多少竹笋出来 这里有一个石头 东家肯定扒不动 所以我就帮他挖出来 扔到外面 我去 这里我一抖下去 全是竹根 这些竹根都长在土里 四五十公分深的地方 如果是人工挖 根本就拿它没办法 而且这些竹根已经长在土里两三米远了 我给东家把土挖松的铜池 帮他把这些竹根全部一根一根挑出来 被我这样轻嘎尽 以后他挖土的时候 只要有新的竹根再长过来 把它挖断就行了 右边的土全部挖松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开到前面 把左边的土也挖松往后退 里面的这一点点土地 东家说也是他的 这里他要我挖深一点 他说要拿来种红薯 他说挖深一点 红薯就会长很大一个 这个种地我也不懂 我只会给挖鸡 他要我挖多深 我就挖多深 老鸣们 我现在在想一个问题 这沙瓜土地加起来有将近两亩 他打算全部拿来种玉米和红薯 现在东家跨七十岁了 照他现在的能力 估计收成了之后 可能又要用挖鸡来挖红薯 我觉得这个可能八九不离十 我挖鸡的推土傻上面挂了很多杂草 东家主动跑过来 帮我把这些杂草全部清理干净 这个东家真的很善良 我心里顿此有一个想法 就是少说他一点费用 本来我们出来干活 起步价都是要六百 我给他做了三个小时 就算正常收费也要五百四 但是我只收了他一百的邮费 毕竟他老人家挣不到钱了 也不容易 最后给大家对比一下土挖好好的样子 每天少挣几百 生活多知多彩 哦好 陈师傅开挖机 主开那挖机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 陈师傅上次拆掉的这个老房子 从挖地基 到打挖垫脚梁 再到回铁土 整个全过程 拆房子的视频 在上一集 给大家看过了 这一次 我们就来给东家挖地基 哎 这个怎么挖了很多下 就是挖不进 是不是开工之前没行李 然后我就歇行杀个礼 再试一下 哎 你们看 一块这么厚的粪泥土把 就被我挖碎了 所以说 遇到啥事不要方 歇行杀个礼再说 东家的房屋设计 就跟一个九宫阁一样 每一个房屋的连接处 就要挖一个 一米神一米的庄 总共要挖14个这样的庄孔 也不要挖它深 50公分深就行 这里已经是个如堂 东家怕地脚梁 在泥土上承受不起 所以这里挖一条条形基础 这一边是打算借一个杂房 因为只借一层 不需要挖庄孔 所以东家只要我把这里整平 他直接在土上打跌脚梁 从早晨挖到中午 刚好到五化十街 我就把这16个庄孔挖好了 老底们 你们觉得陈师傅的积蓄怎么样 又过了五天 东家就打电话给我 他说跌脚梁已经交注好了 问我跌脚梁里面 到底是架空放靶好一点 还是铁土好一点 我就跟东家说 如果跌脚梁下面架空 放一层把 就不怎么受筹 但是成本大很多 如果直接把这些老房子的借助垃圾 贴到里面 那成本就很少 所以东家想了想 觉得陈师傅分析的不错 然后就采用了这种低成本的方法 把老房子的借助垃圾 贴到新房子的跌脚梁里面 诶 这位兄弟要干嘛 接下来我们继续干活 我首先把这些借助垃圾 全部挖到正中间的这间房 前面已经堆不下了 就先把这些全部 贴到房间里再说 我们小挖机 大推土傻就是好用 两下就把这堆 借助垃圾 全部推平了 前面还是有很多房间 没有贴嘛 我们继续挖过去 挖到一根钢筋 给了这位兄弟 我看他一直在旁边 守了这么久 也没有解到什么东西 所以我决定 今天挖出来的废钢筋 我全部给他 把这一堆土推平之后 就填了沙街房 但是还远远不够 一半都没有填码 所以我们还得继续爪 要一抖一抖 爪到这沙街杂房这里去 我本来要东家 叫一个货车来爪 他说把货车拉得这么码 把地脚梁压化了 所以没办法 只能挖机这样 一抖一抖爪过来了 把那两间房填码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些房间整平 这一层总共有沙个洗手间 东家说还要装寡子 所以不能贴土 我们就只能贴这些客厅和卧室 以地脚梁的高度为标准 把它贴平趴紧 把前面这沙街房 全部整平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去贴后面的那沙街 左边有两街小的 那是洗手间 东家临时想到 又要我给他填一半 他说没有挖机帮忙 以后自己人工填 就拿着填码 填了土 如果不好装管子 到时候再想办法去 你们看 大推土产的小挖机 填这种房屋地基 就是夸 把土往前面一推 直接就推平了 这前面那些杂房 还少一点点土 我们到这里取一点 给他填码 那两个小的 都是洗手间 就不要填 接下来就是一街一街房 这样整平 然后把它趴紧 总共六个小时 就把这个房屋地基 填平了 这个大哥 今天没解到什么钢筋 所以我就想帮他一下 用挖机 把这块水泥把砸碎 然后这里面的钢筋 就给他 最后东家 还让我在这里 给他修一条路 借房的时候 第一层的红抓 车子就直接可以 从这里开进去 把抓倒到房里 这个兄弟今天陪了我一天 没有解到什么钢筋 却解了一车茶回去 今天一天的成果 搞了妈妈一车回去 这个大哥真的情况 兄弟们 这个大哥让我看到了 即使生活很艰苦 我们都要充满阳光面的每一天 最后给大家对比一下 全过程 这是一家人共同的努力 期待一年以后 房子借好好的样子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回见